好 看到卫生局人員是在這個賣場裡頭的雞蛋貨架來仔細盤查 因為這個巴西進口雞蛋因為孝綺有標示不明的問題是引發外界的爭議 因此今天高雄市衛生局是繽紛三路到小港人舞的進口蛋的倉儲 還有信心公司在屏東的席選場來積查 那麼人舞跟小港都是有超過400萬以上的進口蛋 已經標示了報備品代銷毀 但是其中信心公司在屏東的席選場 因為業者沒有辦法提供農業部的席選蛋還有液蛋的進銷數量流向 因此也要被依法來開罰 先來聽衛生局最新說明 衛生局以三次發函要求提供相關進銷單據 今日現場仍無法提供 將依違反食品暗券衛生法第41條 即同法47條規定 處罰新來幣3萬元以上300萬以下發援 那麼其實在屏東的衛生局這邊 也是針對市售端的進口雞蛋來進行全面積查 那麼目前還沒有查到有任何違規的事項 嘉義縣在18號也是擴大積查市售蛋品的店家 就是要確保大家消費者的食安無虞